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在暗中手座 全是你精心设计 何德独特没法吹体 神经看我如主宝贵 在地的身处把我连细 我在无福之中 你福被我一切 总赞你奇妙作为 何等何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福宿 我舍头上每句话 你也深知道 来千赞你全能上帝 因我收造奇妙可谓 我在暗中手座 全是你精心设计 何德独特没法吹体 神经看我如主宝贵 在地的身处把我连细 我在无福之中 你福被我一切 总赞你奇妙作为 何等何患 来千赞你全能上帝 因我收造奇妙可谓 我在暗中手座 全是你精心设计 何等独特没法吹体 神经看我如主宝贵 在地的身处把我连细 我在无福之中 你福被我一切 总赞你奇妙作为 何等何谓 我在无福之中 你福被我一切 总赞你奇妙作为 何等何谓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 甚至在我们母亲的土福里面的时候 你已经是 认识明白 创造了我们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 不是很认识你 也不认识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都会问 为何上帝 或者为何我 是会创造成这样的呢? 主啊 但是当我们再一次仰望你的时候 我们又有另一个的看法 我们看到你创造的奇妙 创造的可谓 主虽然我们是 绝口笨舌 满身罪污 我们得罪人 又被人得罪 我们得罪神 主我们不明白你 不认识你 但是你 仍然是有你自己的心意 你的计划 让我们今天 能够在主日的清晨 我们众弟兄姊妹 来到亲近你 投靠你 主啊 这一切都是你的命定 你的恩典当中 所以我们赞美你 祈祷奉耶稣基督 得胜又福的名 阿们 诗篇第139篇 13到18节 我的肺虎是你所做的 我在母福中 你以福辟我 我要称借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谓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 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锁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策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爱天父上帝 你的儿女 百姓 子民 所有跟随你 愿意 来到一生摆上的儿女 我们愿意得好似大位 好像私人一样 从心底的深处 去知道你 去知道你在我们身上 每一个计划 每一个的安排 我们愿意 不单止是深深知道 也都是愿意 信服 主你自己的安排 计划就是最好的 因为神 在我们未成形的时候 你就已经看见我们 你就已经选择我们 我们的日子 尚未到一日 每一日 你都记在你的策子上面 天父 如果既然 你是这么清楚 认识我们 我们就 不需要自己 在那儿挣扎 在那儿用尽 各种的办法 去争取 天父上帝 求你帮助我们 可以释怀 可以在你里面 能够得享自由 因为天父上帝 你对我们的意念 都是宝贵的意念 你给我们的 都是最美丽 最丰盛的计划 天父上帝 愿意我们都好像私人一样 我们 望向天上的繁星 望向 海上面的海沙 我们就知道 上帝你给我们的恩典 给这些海沙和繁星更加多 所以我们要赞美你 称赞你 称赞天父上帝 你奇妙可谓的作为 天父上帝 我们要称赞你 对我们的心恩厚爱 愿意我们 睡着或睡醒 都是确认主你的同在 以致我们每时每刻 都是称赞你 向你感恩赞美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复活 使命而求 阿们 阿摩斯书七章一节 以下是主耶和华给我看见的异象 看看他造了一大群黄虫 那时候黄室的作物已经收割 第二季作物刚开始发明 黄虫吃尽了地上的清苗时 我说主耶和华 求你赏面 阿哥这么弱小 他怎么受得住呢 于是耶和华深深怜悯 说 我不说这个灾了 以下是主耶和华给我看见的异象 看看主耶和华降下审判的大火 大火烧干了深海 正在吞逝土地 那时候我说主耶和华 求你停止了 阿哥这么弱小 他怎么受得住呢 于是耶和华深深怜悯 就说 我也不放药灾了 以下是他给我看见的异象 看看主站在一道按照准成建造的墙边 手里面拿着准成 耶和华对我说 阿摩斯你看见什么 我答到一条准成 主说 我要在我的以色列子民中 吊起准成量度他们 我不会再要恕他们 以撒子孙的休坛必遭毁坏 以色列的妙语必成废墟 我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王朝 伯特利的祭司阿玛姐派人 告诉以色列王耶罗波安 阿摩斯在以色列家图谋背叛你 我们国家无法容忍他的言论 因为阿摩斯这样说 耶罗波安将丧生刀嚇 以色列人必被老去远离家乡 阿玛姐对我说 先见了 走吧 逃回去犹大 你要在那里增食 在那里讲寓言 不可以再在伯特利讲寓言 这里是王的圣所 是国庙 我答到 我本来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只是一个牧人 也是帮人看护桑树 但是耶罗波安不再让我看守羊群 他对我说 去 向我的意识的子民讲寓言 阿玛姐说 你说 不要说攻击以色列的寓言 不要全港攻击以色列子孙的信息 现在你要听耶和华对你说的话 耶和华说 你的妻子必在这个城里面淪为妓女 你的儿女必丧身都下 你的田地必被人丈量瓜分 你自己必死在异乡 以色列人必被老去 远离家乡 主耶和华给我看见了异象 我看到一栏夏天的果子 耶和华问我 阿摩斯你看见什么 我说 我看见一栏夏天的果子 他说 我以色列子民的结局到了 我不会再遥恕他们 到那天 殿里的歌声要变成哀号 撕横遍地 一片死跡 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 潜踏贫民 灭绝穷人的人 你们要听 你们盼望 缩日 和安息日 快点过去 你们好售卖穀物 你们用小星斗 买粮 用加重的法码 收银子 用假称厄日 你们用银子 买贫民 以一箱鞋 买穷人为牢 售卖 参了康碑的墨子 耶和华凭以色列的荣耀起誓 我绝不会忘记你们的所作所为 这片土地要因此而震动 这里的人都要悲哀 大地要好像尼罗河一样涨起 如埃及的河流 翻腾退落 主耶和华说 到那天 我要洗太阳中午落下 洗白皱变为黑暗 我要洗你们的节旗变为桑礼 叫你们的欢歌变为爱歌 我要洗你们刀腰束麻布 剃缸头发 我要洗你们伤心欲绝 如桑独生子 我要洗那天成为痛苦的日子 煮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洗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 干壳不是因为没有水 而是因为听不到耶和华的话 人民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在境内四处流淡 要寻找耶和华的话 却找不到 到那天 美丽少女和青春少男 都要因干壳而分岛 那些凭撒马利亚 但和别士巴的神明起誓的 都要跌倒 永不再起来 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 他说 要激打柱顶 使电的根基震动 要打碎柱顶 使电与倒塌压死众人 挑衡生还的 我要用刀剑杀了他 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没有一个能行灭 即使他们滑动 转进阴间 我都要将他们抽出来 即使他们爬上高天 我都要将他们拉下来 即使他们藏在加密山的封顶 我都要去搜寻 捉住他们 即使他们潜到海底 我都要派海蛇 去吞咬他们 即使他们被敌人挠去 我都要命刀剑追杀他们 我要定征在他们身上 不是要赐福 而是要降祸 主万军之耶和华 捉摸大地 大地就消融 地上的人都要哀嚎 大地好像埃及的利罗河 涨起退落 那位在天上建造楼阁 在大地之上 立定穷仓 招来海水 敲在大地上的 他的名字是耶和华 耶和华华 这些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我要下令 在列国中西以色列家 就好像人西谷物 一粒石子都不会跌在地上 在我的指纹之中 所有夸口说 灾往不会追上我们 也不会迎面而来的罪人 都要死在刀下 到那天 我要重建 以庆福的大卫皇朝 修补他成长的缺口 我要从废墟中重建他 恢复他往日的荣耀 这样 以色列人必定拥有 以东所剩的 和所属的 我名下的国家 这个是要成就 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时候将到 五谷还未收完 又该耕种了 葡萄还未踏完 又该栽种了 甜酒从群山上滴下 在幽灵间楼堕 我要使我秘老的 以色列子民 返回故乡 他们要重建费城 并且住在城中 栽种葡萄园 喝盐中釀出的美酒 整理盐泡 食盐中出产的佳果 我要将以色列人栽种 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 永不再从我赐给 他们的土地上拔除他们 这些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说的 亲爱主 我们今天继续看到 上帝李直着 阿摩斯对 一帮的 叛逆的子民所说的说话 你指示他 一件事 你和阿摩斯说 有一道墙的准城 在那个建筑物的上面 主你要将这个准城拿走 这个准城就是来到去让建筑物 可以来到是 按着那个的方向 位置 来到一路建立的一个准城 你说要拿走这个准城 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去指示你的子民百姓 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不来到去听从来 不来到去接受上帝你的指引 和不望着你的心意来行事 所以你要将一个原本是为建筑物 必须要存在的准城 好让他们能够是正确的建立的准城 你都是拿走 就正如昔日 你对一帮的子民百姓 所说的说话一样 你在历史上也都是让 当时的祭司就是阿玛姐 来到去向耶罗波安王 你都是去告状 他说阿摩斯在这里 你都是说一些 图谋背叛耶罗波安的说话 主要是看到阿玛姐 来到去挑拨 来到去抗拒阿摩斯的说话 不得只是这样 并且他跟阿摩斯所说的就是说 这个地方不欢迎你 你回到自己犹大的地方 就是南角那裡 这里不欢迎你一个 说上帝预言的所谓先知 因为阿摩斯所说的说话 是不吉利 因为阿摩斯说 耶罗波安必被盗杀 以色列民必定被老到离开本地 所以阿玛姐就是来到向他 阿摩斯来到驱逐他 主要是看到当人的心远离离 甚至乎是祭司 好像阿玛姐 他应该是明白上帝的心意 但是他的重心 他生命里面体重的 就是要讨好他的王 只是来到他将一些吉利的说话 王喜欢听的说话 来到他讲 那些任何一切忠言逆矣的 他都不愿意来到他讲 甚至乎去排挤 去抗拒 去拒诸门外 所以他叫阿摩斯来到他离开 主啊正如你所说的 人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饼吃 人没有水喝 也不是因为没有水 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来到去听从 上帝你自己的说话 主啊在历史里面 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 当政权 当王朝不去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 上帝你会带来认罚 带来各种的审判 包括了在德国的时候 当希特拉的政权底下 当时的教会 他们没有按照上帝来说 应该说的话 来劝戒 劝勉一个王要听上帝的说话 反而是 我们听从了希特拉的指示 进行很多各种不人道的残杀 所以上帝你自己要用其他的方法 来追讨这班教会的领袖 这一局的角度和这一局的政权 上帝啊 我们今天 我们的教会 我们每一间的教会 是否都是这样呢 我们有没有来到去 欢迎上帝你的说话 忠心去宣讲上帝你的说话的教师 牧者 传道人 还是我们将他们拒出门外 当他们所说的说话 是跟我们所想 我们所追求的 是不同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他们在说一些颠覆的说话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去监察 我们去愿意聆听 特别是愿意聆听 上帝你的说话 因为你的说话 就像一个生命的准成 是靠着你 是依靠你的时候 我们一个的建筑物 才能够是正确的 你能够建立给你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众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 让自己有一个还的心 抗拒上帝你的旨意 的想法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 復活有得性的名 阿们 启示录三章七节 你要写信 告诉非拉铁非教会的天使 那位圣洁、真实 拿着大位的约事 开了门,无人能关 关了门,无人能开的主话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力量微小 却遵守了我的教导 没有背弃我的名 所以,看下 我在你面前 为你打开一栋 无人能关闭的门 看下 我要使撒旦的铜火 就是那些假冒犹太人的说方者 在你面前苦福下拜 让他们知道你是我所痛爱的 因为你遵守我 有关坚忍的教导 所以当将来的试炼 临到全人类的时候 我必使你免受磨难 我很快就要来了 你要持守你所拥有的 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 我要使得圣者 在我上帝的殿中作动良 永不离开 我要将我上帝的名号 和我上帝圣成的名号 就是从天上我上帝降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 和我自己的新名号 都刻在他上面 圣灵对各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以堕的都应当听 你要写信 告诉老底家教会的天使 那位实实在在 诚信无谓的见证人 就是上帝所做万物的元首话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不懒也都不宜 我情愿你滑烂滑热 但是现在你却是 好像温水一样 不懒不烈 我必将你从我口中套出去 你说我好富有 已经发了财 什么都不缺了 你却不知道自己困苦 可怜 贫穷 核眼 赤身露体 我劝你向我买精练的金纸 使你真正富有 你亦都要向我买白袍穿在身上 好遮盖你赤身露体的羞辱 你亦都要向我买眼药没眼睛 使你能够看见 凡我所爱的 我都会责备管教 因为这样你要热心起来 亦都要悔改 看下 我站在门内扣门 若有谁听到声音就开门的 我必定进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同坐直吃饭 得圣者可以和我一起坐在我的宝座上 正如我得圣后 与我的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 圣灵对各个教会所说的说话 凡有以堕的都应当听 亲爱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天父上帝 和爱我们的主耶稣 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 你就是那个 抓住这一线 没有人能关闭门的弱视的全能者 天父上帝 你就是那个圣结 真实 有权并的主 天父上帝你今天和我们说 主啊 凡是你所爱的 你是会责备和管教 所以我们今天去面对你的责备和管教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气馁灰心 惧怕 因为是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 所以你责备我们管教我们 主啊 你是极之愿意去到我们的深处 来与我们一起坐直 你愿意我们跟你一样是得胜 所以今天虽然你责备我们 我们好像老底家教会 不冷不热 我们失去了 原本这些有矿物的水里面的应该有的功效 我们没有发挥这些矿存水里面应该发挥的那种医治的功能 我们就好像温水一样 不冷不热 天父上帝你今天责备我们 如果我们教会当中 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有一些口称自己是基督徒 他是没有基督徒的行为生命的时候 主啊,你说你要套出去 主啊,今天提醒我们 我们要作出一个选择 我们是不是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让你套出去 或者我们好像非拉帝非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的力量虽然是微小 但是他们却是进行主你的教导 他们高举你的名 为你去打开这些福音的门 他们热心的传福音 他们去爱他们的轮舍 而当上帝你看到他们的忠心的时候 你就为他们打开福音之门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说 凡是你所爱的 你都会去责备和管教 所以我们要感谢你对我们的责备管教 愿意我们快快的回转 快快的到你面前去悔改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命 阿们 针言第29章23节 人的高傲必是他悲下 心里谦信的必得尊荣 亲爱主 再一次多谢你针言的说话 你说至高的必降为悲 自己降悲的必定降为高 就正如针言所说的 人的高傲会使他降为悲下 相反心里愿意是谦信的 必定得到尊荣 主要这一个我们经常听的道理 我们不断都去听 但是我们要去实践的时候 却是很不容易 当我们觉得自己 是有人说 他最大的优点 或者最大的属灵质素 是很谦卑的时候 这个正正就是他自以为是 自以为傲的时候 神啊求祢教我们 我们真是有耶稣基督的温柔 耶稣的谦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追求外在的谦卑 而是我们有心里面那种的谦信 主要就愿意我们可以给予此鼓励 予此来祷空 让耶稣基督能够充充缓缓的 充满了我们的生命 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去照常显大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 复活有得性的名求 阿门 12月12日 灵修思考问题 啟示录3章14-16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 说 那为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 为元寿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懒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滑冷滑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懒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什么原因令信徒和教会对主不冷不热 有没有想过 主情愿你对他滑冷滑热 而不是是冷是热 怎样可以挑黄你对主的热心呢 谢谢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创造我们每一个 你的创造奇妙可畏 在我们还未成形之时 你已经认识我们 求你给我们有同样的回应 让我们认识你这位在天上的父亲更多 天父啊 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满有公义 会施行审判的神 倘若我们做了一些事你不喜悦的 求你叫我们懂得知罪認罪 在你面前回转悔改 藉在主耶稣基督的补血 让我们能够重修和天父你的关系 成为你光明的儿女 愿我们行事为人 都遵守着基督的教导 成为你的和平之子 主啊 使我们少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 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了解 但求了解人 少求爱 但求全身的付出爱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